我的天使 大家好 我今天在一中商圈 現在是禮拜日中午五十二點多 接近一點的時候 來看看一中街 現在人潮就非常的多 然後店面都有開 一中街不是店裡放很多了 一中一中街的商圈很大 它位於學區內 附近有台中一中 國立的台灣體育學院 還有台中科技大學 所以這裡也成為台中市最大的學生商圈 白天是一般的商店 那到了傍晚晚上 就會成為熱鬧的夜市聚集區 那這裡呢 除了觀光客 那以當地的學生最多 那這裡呢 有一個排隊的 明鏡天使機台 排隊的人潮還蠻長的 排到馬路上啦 到了中午呢 排隊的人潮就是越來越多 那大部分現在的遊客呢 都是來吃中餐的 那附近也有很多的美食餐廳 都非常的特別 也非常的有創意 今天的人潮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今天的人潮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因為現在是中午 這裡中午呢 好大的機台也有開 一份是90元 這裡呢 這裡呢有各式的美食 那包含剛剛看到的雞排 還有滷味 燒烤 大腸包小腸 東山鴨頭 那這裡也有日床 章魚小丸子在前面 那也有各式的飲料店 還有買冰 那小吃林立 這裡也有很多間的美食餐廳 也是在這裡都可以看到 那光累了 隨時都可以進去享用大餐喔 這邊有一間厚老大 雞排 進去愛廣場看看 進去愛廣場看看 這間店 買茶店 新開的 就是愛廣場的美食餐廳 就是愛廣場的美食餐廳 這邊有賣麵 麻辣燙 還有肉夾膜 還有肉夾膜 很特別 這邊有壽司 很少走到這邊嘛 因為之前這邊都是餐廳 因為這邊都是餐廳 現在呢 大部分都是飾品 然後這邊是餐廳 然後這邊就是一宗 的側邊 那這兩間咖哩店呢 開很久了 也蠻好吃的 我現在是往 藝民商圈的方向走 一直走都會到藝民廣場 所以一宗不是只有這條街 還可以繼續往下走到藝民廣場逛逛 這是一宗街的巷中巷 一宗街呢有很多的小巷子 裡面也有很特別的店 在這裡面也可以尋寶 很多特別的服飾 商品 飾品 一定有你喜歡的東西 這條街呢 服飾店比較多 男裝女裝 好 那剛剛除了美食這個部分呢 他當然還有 時下最流行的飾品 這裡呢 讓你從腳到頭都流行 不僅美食吃到飽 一宗街的商圈的商品呢 也是物美價廉 那來台中旅遊 千萬不能錯過 這一個一宗商圈 一宗街 這裡很多服飾品牌 就可以來撿爆 来到益中乡圈 除了吃吃喝喝外 也是可以前往附近的景点走走 那可以走到的地方呢 是中游百货 艺民广场 还有台中口庙这些 这些都是用走的可以走到的景点 这也是台照的地方 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台中公园 它是台中目前唯一在日据时代 保留到现在的公园 它是台中面积最大 那位于闹区的大型公园 那一中呢 它并没有封路 所以躲在路上呢 都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车况 那这里呢 原本有一间麦当劳 那它现在已经搬家了 现在是 变成了运动用品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